好的,我們來關系天氣了 今天主要是因為東北季風增強的關係 所以今天各地來說的溫度來說 是稍微略降了一些些 尤其在今天清晨的時候 新竹線還有桃園市等等低溫 是只有10度左右而已的 那麼水氣來說 像是東北角東半部 還有北部地區雨勢來說也是比較明顯 不過到了明天新凝天的時候 整個東北季風就會逐漸的減弱了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雷達回坡 因為減弱的關係 所以可以看到水氣來說 真的是逐漸減少了 尤其現在這個時間點 到了半夜一路到明天清晨 主要東北角還有北部沿海岸的地區 水氣來說還是比較明顯的 不過到了明天白天過後 水氣來說幾乎都會是沒有的 因為東北季風減弱了 這個時候各地也會回暖 回暖多少呢 我們先從北部的溫度趨勢圖 帶大家來看 明天的時候北部低溫是只有16度 但到了星期一 低溫就來到了18、19度 高溫呢幾乎是可以來到30度左右了 不過你要特別留意喔 因為到了星期三的時候呢 這北部地區的低溫又會下降一些些 因為另外一波東北季風來襲了 這個時候有沒有看到 在星期三跟星期四都會下雨 要特別留意囉 一路要到星期五的時候呢 東北季風會再度的減弱 而以中南部地區來說的話呢 可能是比較不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但要注意了 一整個星期日夜溫差大 所以中南部地區的朋友出門在外 還是要記得多戴一件外套了